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喜 又來到了宜蘭礁溪的五峰崎風景特定區 算是整個系列的最後一集 前面兩集帶你們到五峰崎瀑布以及爬抹茶山 而這一集就是要到月眉坑瀑布 算是五峰崎最後一個景點 那在第一集的時候 我就有教大家怎麼搭公車到這裡來 我是在台鐵礁溪站搭乘台灣好行綠十一公車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詳細的搭乘情況的話 你可以參考第一集 那現在我們就先走進去囉 今天一樣我們在這座小公園出發 今天的人也不少呢 玩水的好地方啊 有沒有看到前方有個水管橋 等一下我們要走過這個水管橋 好月眉坑瀑布的步道口就在那邊喔 好熟悉的岔路啊 右邊是往五峰崎瀑布 直走是到天主堂 而這次呢我們要往左走 我們走過水管橋之後呢 我們要往右邊走 路基有點不明顯 雜草都已經長這麼高啦 這一條就是岳梅坑瀑布的步道了 我們是沿著溪走 而且沿途都有很多的樹林喔 可以遮蔭 而且溪水就在旁邊而已 走起來不會很熱 整條步道長度約2000公尺 比起五峰崎瀑布的步道而言呢 算是比較原始的一條 如果怕迷路的話 出發前就下載好離線地圖 走到目前為止算是輕鬆的 路徑雖然原始 但走起來不會太困難 也沒有什麼陡坡 走在步道的時候 然後不時會看到一些岔路 這些岔路大部分都是通往西邊的小境 我們就不要管它 走步道就好了 在這裡吹風真的很舒服啊 我最喜歡走有溪水的步道 沒有溪水的步道走起來會非常的熱 下次你們在走步道的時候 可以用心去體會一下 有溪水和沒溪水步道走起來 感覺到底差別有多大 從步道口走了約20分鐘 看到土地公廟了 經過就拜一下保平安喔 經過土地公廟之後呢 會來到一個岔路 左邊這一條是要去 林美石盤步道 月梅坑瀑布是要走 右邊這一條 從土地公廟開始的路徑就比較窄了喔 從土地公廟開始的路徑就比較窄了喔 一邊就是山谷走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哇這一段是怎樣 之前有坍塌嗎 好多樹幹樹枝啊 看到鐵橋了 從土地公廟走到這裡大概花了十分鐘 鐵橋下方的風景不錯耶 這裡算是月梅坑瀑布道的一個休息點 不少遊客都會坐在岸上 享受溪水帶來的氣涼感 也可以踩踩水踏踏水消暑一下 走過鐵橋之後呢 這邊有一條小徑可以走下去 我們就到溪邊碰碰水吧 有水真的好舒服 從步道口走到鐵橋大概就花半小時喔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裡當做你的終點 這邊享受溪水的清涼感 因為到月梅坑瀑布的路段呢 就比較複雜了 一定要下載離線地圖以免迷路 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吧 水裡的魚還不少呢 我的手伸進水裡面啊 魚會過來咬你的手 癢癢的 休息差不多囉 我們就往月梅坑瀑布的方向前進囉 這裡有一座石橋 感覺很有歷史囉 經過石橋之後呢 會有一條岔路 我們就直走 到月梅坑瀑布這一段呢 基本上就是爬山了 一直往上走 再加上現在下雨了 我們就繼續走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就撤退囉 走一走雨就挺了 這時候我們來到一個岔路 我們要走左邊 接下來的路徑呢 又會更原始了 走的時候啊 真的要小心啊 很多樹根 以免被絆倒 現在就是一路往下切 而且路徑越來越窄 越梅坑瀑布應該不遠了吧 哇這個走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耶 踩空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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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旗鼓了 越梅坑瀑布應該不遠了吧 路徑越來越難走啊 剛下過雨 這些石塊會變得很滑 我們到溪谷底層了 現在呢 我們要設溪而過 今天的水位還算淺了 接下來就是水路和陸路並進了 我換了一雙鞋子 索西鞋 在水中行動比較方便 我們就往瀑布的方向前進囉 走進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一條路了 我們就是要從這條路走上去 我們離瀑布不遠了 哇 這個落差還蠻大的 要攀升上去 看來接下來的路徑都要不斷地攀升了 路徑越來越難走 穿梭西鞋撞到石頭真的好痛喔 等等呢 我們還要繼續往上走 看到游泳圈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這個路真的很難走耶 真的要很注意啊 有繩索就抓繩索 有樹幹就抓樹幹 有經無險地走過來 現在我們要攀升垂降了 很艱難地走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往這個峽谷進去了 這裡就是潛龍峽 有沒有看到 玉莓坑布就在前方了 走在水裡好舒服啊 剛才走那一段真的好熱 現在這裡的水啊 讓我降溫了不少 左邊有個繩索啊 如果你不溯心而醒的話 你就要攀卡這一段 我覺得太危險了吧 這個很陡耶 我們還是乖乖地走水路啊 瀑布近在眼前啦 我們就要越過這幾段岩石就可以了 越過溪流之後呢 還剩下最後一段的大魔王 還剩下最後一段的大魔王 我們要走這一段上去 走上去就可以看到 越莓坑瀑布了 終於到了 越莓坑瀑布 終於抵達越莓坑瀑布了 從鐵橋走到這裡 花了約40分鐘 這一段路真的不好走 再加上水路的原因啊 拖慢了整個行徑的速度 所以從步道口走到這裡 大概要抓90分鐘的時間 比較保險 那這邊就是要折返回去喔 那這個瀑布呢 跟其他瀑布不一樣 它是蓮木式的喔 你可以看到整個水流啊 它是散開來的 總而言之啊 好好的享受這一切吧 我回到公車站喔 今天整個越莓坑瀑布給我的感受就是 前面三分之二的路段都算好走 後面三分之一的路段 就有點風險性喔 你會面臨到下切 拍眼 射水以及塑溪 再來就是你下到溪谷的時候 發現水位很深 比如說到你的腰部了 你可能要評估一下 是否原地折返回去喔 像今天的水位只到我的腳踝 最深到我的膝蓋而已 所以我才能夠一路走到越莓坑瀑布 那最後就是 如果不想要承擔這個風險的話 你就走到鐵橋下方的溪水 那邊感受也是很棒的啊 好今天的越莓坑瀑布 就給你參考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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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